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送你卖废品 只是物流有点贵 希望能修好 不说了 我等着新机器进来了 这字写的实在是有点不太看得清楚 接下来我就尽力地把它修好 因为我还是舍不得我那狗 这里面直接是卡的 拉不动 我先看一下这个还有没有油 没有啦 那边都是框子 这外面都绣成这样 这下来就好 盐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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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已经烧烂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都烧得趋黑了 放电机那边我已经烧完了 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线圈已经烧了 接下来我就要拆这个汽油机这边了 这个鸡油这么浓这么黑 我估计他买了这个鸡油以后就没换过吧 现在这个粉丝家里用的啥 完全是超负荷 这个电容器已经烧坏了 不是那么大一个包 所有配件都在这里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处理这些配件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处理电机部分了 我刚刚分析了一下这个接线 还是挺简单的 接下来我就开始采线了 这些滴炸了 料理再装机 烧水 让小酱起来 为什么不足 我们也可以把小段线 切碎 盐 酱油 酱油 线已经揉好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下馅了 所有的馅我都已经下好了 接下来我就需要整形 然后底线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上馅了 这个汽油机这边的所有配件我都已经处理完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喷心 然后组装 有的配件配了以后这个漆会被吸收 吸收了以后上面就是泛白的 我用这个给擦一下 擦了以后就变得油蒙水滑的 看起来像新的一样 看是不是看不出白了 这个发电机的所有配件我们已经处理好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组装它了 组装它们 轻装它们 成络装它们 混合在这边 切成一样 切成一种 意料 切成一样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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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